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香港 一起关心香港 巴黎奥运来到第11日 一起听听奥运的消息 香港游泳代表队完成巴黎奥运赛事之后 今早早海船返港 不少市民都在机场等候迎接他们 有小女粉丝还送上自制的心意卡 被夺得两面铜牌的何思培 想效法她这么努力学游泳 何思培在机场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很享受今届奥运 气氛很好 巴黎场内外都见到 区奇和香港人觉得很感动 感激大家的支持 亦对自己表现满意 夺得铜牌已经没有遗憾 我的目标都是希望自己 可以好好发挥到自己的水准 还有我经常说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在比赛 我过去那三年训练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比赛中做到自己最好的 我就觉得没有遗憾 我明白去奥运之前 很多人对我的表现都有不同的期望 还有可能目标的 但是他们对我的期望不是我自己的目标 我知道我和教练谈好了的plan 我们的goal是什么 我只要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就开心了 而他回到香港就说最想是睡觉 因为比赛期间处于兴奋和紧张的状态 晚上睡得不太好 很期待这几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只是睡觉 休息完再休息日训练 被战10月份亚洲地区举行三站的游泳世界杯赛事 港游泳队继续加油 而我们也继续要运奥运打气 一会儿9点钟就有国家队的传红蟹和陈沪直 出战女子10米高台跳水决赛串控线力争为免 去到凌晨1点57分 国家队的赵杰出战女子链球决赛 2点15分也有国家队的黄家南 张明坤出战男子跳远决赛 去到5点06分 国家队的杨文露将会出战女子拳击60公斤级别决赛 赛事这么精彩 看来大家又要挨拳看比赛了 但是大家看还看都要保重好身体 以免被病毒入侵 事关近日日本再次爆发新冠疫情 本港更加有新型变种病毒出现 对,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血清B型脑膜炎伤球菌 又在英国、澳洲等升学热点流行起来 现在两者同时夹击 市民可以如何预防呢? 暑假是旅游旺季 而日本又是本港的旅游热点 不过日本最近就爆发了新一波疫情 而另一方面 有家长也为他们的子女准备海外升贺 这么多人出出入入 会不会将病毒和病菌散播到香港呢? 最近有没有人中过新冠? 听说有 好像不是太严重 有朋友也中了 差不多都痊癒了 有没有听过一种病叫做 血清B型脑膜炎伤球菌? 没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那你猜这个病有什么病症? 脑膜炎就是发烧了 头痛 发烧 那你猜猜会有什么预防方法呢? 戴口罩 最好多运动 近日本港新冠病毒拨药度上升 院舍或医院也相计出现了 小规模的交叉感染 现时本港出现了新型变种病毒株 KP.3 具有高度传染性 情况令人关注 近日新冠病毒在香港的传播情况是怎样? 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了 我们在社区每天都见到一些个案 可能是 好像其他的呼吸道病毒 可以说落地生根了 特别是新冠病毒 它会一直演变有变种 令到它的传播性 以及在广泛流传方面 我们预计它可能跟我们共存 近日在日本很流行的新型变种病毒株 KP.3有什么特别? 分析似乎是一些JN.1的后代普系的病毒株 例如KP.3 这种病毒株 我们都担心它的传播性是高的 但我们都看回香港市民 很多人暑假去旅行 都回来 接着有些伤风感冒发烧病症 来看医生 都不少我们跟他们做检测 找到他们中了新冠 都很大机会感染新的病毒株 令到他们在香港的社区 可能会在这两三个星期 会有一些上升的趋势 市民可以怎样预防呢? 可能在人多地方戴口罩 另外注重洗手不舒服 例如伤风感冒或者很累 其实都不妨做快测 看看自己会不会感染了新冠 还有有需要的尽快看医生 不要传染给身边的人 另外我们说疫苗方面 其实就算是新的病毒株 我们都知道它有效地减少重症 入院率和死亡率 所以现在科学指引 都建议一些高危群组 每半年超过上一针 或者感染了之后 都可以打回疫苗 提醒如果感染了新冠 都不用担心 其实很多社区的医生 或者政府趁所 都有新冠口服的抗病毒药 只要是你发病48小时以内 其实服用这些药物 都可以大大减低重症 和将来的长新冠风险 除了新冠病毒 最近有一个叫做血清B型 脑膜炎伤球菌 和为什么会关注这个病菌呢 其实脑膜炎伤球菌 在已知的种类已经有一百多种 但是主要是有五种 就会令到人家致病的 我们看以前的疫苗 就已经可以盖上 A C W Y 这四个血清型 这四种血清型的感染 我们见到是少了的 但是随之而起 就是那个B型的 脑膜炎伤球菌的 个案一直在攀升 所以我们觉得 那个严重性是要告诉市民 尤其是去外国的地方 最好就是要打定 B型脑膜炎伤球菌的疫苗 才去读书去玩 这个病主要发生在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还有在十五至到二十三岁的群组 小朋友我们就相信 就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 未发育得最好 而十五至二十三岁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交距离 都可能亲近一点 变成就容易在那个过程里面 就容易你传我我传你 所以感染率我们见到是两个高峰 都是出现在小朋友 还有在青少年群组里面 这个病来得都比较急 我们见过有些小朋友 他在患病感染之后 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们觉得家长是应该要留意着 变成如果真的有这个感染 就最好尽快带去急症室 因为用一个正确的抗生素 其实是可以救回一条性命的 在什么情况下会容易受到感染呢 其实很难说的 因为带菌的人他可能没有病征的 在鼻子膜里面就有了 如果他的鼻水或者他接触过 他的鼻子膜再传给第二个 那其实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感染 只不过他有没有另一个有没有发病 有没有什么预防方法呢 预防脑膜炎伤球菌 唯一就是去打疫苗 我们看到譬如在英国 2015年他们就帮小朋友注射了 B型脯膜炎伤球菌之后 然后那三年 他们的出现率就下降了75% 所以我们都说了 如果真的要去一些外国的地方 而那边又是性行 B型的脯膜炎伤球菌 最好都是打定疫苗才过去的 经过了三年的疫情 相信大家都对卫生防护意识大大提高 一定要紧记 在人多击碧的地方 又或者身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都要记得戴口罩 还有记得勤洗手 有充足的休息 那就有一个健康良好的身体 不会那么容易病的了 漫画大家喜不喜欢看呢 充满地道文化的香港漫画 又或者一些由港漫改编的动画 电影、电视剧 我相信大家有没有看过 都应该有听过吗 有 早前也有一部港城寨的 改编电影《风魔传承》 以前又有老夫子、龙虎门、墨兜 很多这些港漫 都充满着大家的集体回忆 绝对是 近年本港一个名为 港漫动力的香港漫画支援计划 更加令到本港漫画界热闹起来 很多新的港漫作品也都蜂蕴而出 今晚我们请来香港动漫画联会 副会长温兆凌和我们分享一下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欢迎你Alan 我知道这个港漫动力的计划 就是来到第三届了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支援计划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香港的漫画家 无论他是新人 或者他是旧人都可以参加 重点是他一定要全新的故事 全新的角色设计 香港的团队 我们就欢迎他 我们就欢迎他申请了 那整个计划本身呢 他们都不是要求很复杂的 他们只要起到一个故事大纲 有十页的草稿 造型设计 就可以申请我们这个计划 那第三届的参赛情况是怎样的呢 都是很踊跃的 每一届都将近是有100位的申请人 80至100位的申请人 那我们第一、二届都是15本的作品 去到第三届呢 我们就增加了去到17本 那所以今年那个竞争都相当激烈 是 因为见到现在片段都看到了 大家的水准都非常之高 是 那你们提高了那个入围的名额 应该就是你们做评判、评审 都有一些头痛伤脑筋 对不对 是 是的 那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今次的17本作品 那个风格都很多样化 也是很有个人的特色 故事内容都是各样各样都有 那也都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展现到香港新一代漫画家的 一个整体的情况 那在这个情况下 获奖就更加难得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分别拿到金银铜奖的作品 有些什么优胜的地方呢 当然不容易了 因为他们都是在17本期入选的作品 已经是相对精彩的作品 因为不能入选 另外也是我们的专业评审 都是希望他们能够表达到 自己想表达的一个故事的重心 那本书要有新意 也都是能够不是单纯 只是给香港一个市场 是可以走远一点 可能去到其他的地区 都会那些读者都能够欣赏到 他们想表达的故事 所以能够拿到金奖、银奖和奖 都是一些很出色的作品 那可不可以短短地和我们介绍一下 各自它有什么特色 今年的金奖 第一本就是达利书店 是Pencil的作品 那他这本书其实很有一个既有香港情怀 也有国际视野 因为达利大家都知道是西班牙一个很出名的国保级的画家 那他这本书其实是围绕达利 透过他的一个转世了 去那只猫那里 去跟他们的一个故事 那第二本就 我们有双金奖 双银奖 双银奖 对不起 我们有双银奖 双银奖是两本漫画 一本就是纯粹用画面 用动物去表达整个故事内容 那也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那另外一本就是《时间少女》 它是用一个水墨风格去介绍了整本书 也都有很香港80年代的情怀 它里面有些角色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哥哥张国荣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张国荣的粉丝 也都有很多很可爱的女性的形象 在那本故事里 也是一个穿梭的漫画 那第三本的《童长》 也是一本很有性格分裂 讲性格分裂的一个故事 也是感人 也是很有一个社会性的议题的一个内容 我知道除了金银铜奖之外 还有最佳漫画故事奖 最佳人物角色设定奖 还有家许奖 其实这些奖项是怎样鼓励到漫画家的呢 都是我们都是希望透过这些奖项 是令到漫画家本身 他在想故事的时候呢 或者在他设计的时候呢 多花点力气 其实很多读者也是因为他们拿到这些奖 而令到他们更加去关注这个作品 那其实他们的书也会卖得好一些 因为拿了奖 我觉得他当然是有原因他才拿到的奖 其实在那个市场上呢 都是帮到他们的 入选的漫画家呢 是得到什么的支援呢 17个漫画家其实他们都是必须要经过我们整个计划的一些培训课程 包括我们邀请了 陈永生导演做我们的 培训导师 他电影方面有很好的一个导演的能力 编剧的能力 从他们的角度去了解这些故事呢 是可以给到很多意见的学员 有很多专业的导师团 包括了我们会教他们在网上 怎样去宣传自己的作品呢 怎样去做出版内容呢 怎样去做好一些包装等等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呢 尽量帮他们去做好的作品 明白了 那今天多谢了温先生的分享 希望未来都会有多些好的漫画作品 让大家欣赏到的 至于社会福利署 亦都有一个好的服务 就是近期加入的虚拟实景系统 正针VR空间 唯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临床心理服务 以下环节一起看看 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 很容易会遇到一些 影响自己心理健康的情况 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 除了会产生压力之外 情绪更加会受到长期困扰 社会福利署是其中一个 提供免费临床心理服务的政府部门 最近他们更加加入 自己研发的虚拟实景系统 正针VR空间 去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务 究竟服务的详情是怎样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Yvonne,现在社会福利署 为市民提供的临床心理服务 包括什么类型 我们社会福利署临床心理服务 主要有三大类工作 第一类工作就是为受情绪困扰的人士 提供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 他们一般可能面对 个人适应上的困难 包括可能在工作方面 家庭方面 或者人际关系方面等等 我们都会为他们提供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 而心理治疗的种类 形式 技巧都有很多 常见的譬如有游戏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等等 第二类和第三类工作 就是中央心理辅助服务的 学前和成人服务 在务驻机构心理学家的康复单位 就为一些受到特殊需要影响的学前儿童 或者受发展障碍影响的成人 以及他们照顾者提供心理支援 Yvonne,我知道你们有一个新研发系统 就是那个VR 我也想体验一下 究竟可以不可以试一下 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VR房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这个新研发的治疗模式 就是我们研发的静心VR空间 透过一个沉浸式的虚拟实景技术 可以为经历过创伤的人士 去打造一个个人化的静心空间 使用者就可以在指导之下戴上VR眼镜 然后再在VR系统里面 选择一些场景 去建构他们一个个人化 觉得安全和舒适的内在空间 有了这个影像 他们再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心理创伤治疗 就可以更加容易疏离内心的情绪和伤痛 在心理治疗期间 接受治疗的人士会戴上智能的手带 可以量度他即时的压力和情绪状态的指数 透过这些指数有效地帮我们调整治疗的进度 我们曾经为110名体验过这个VR系统的人士 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超过八成的使用者都同意这个VR系统 可以令到他们更快和更容易平静和放松 而社署更加为这个VR系统设计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配备了指板的VR眼镜 让使用者在日常生活里面 都可以透过自己的手提电话 登入这个手机应用程式 再用那个指板的VR眼镜 就可以重温它在治疗的时候所建构的虚拟静心空间 去到舒缓自己负面的情绪 如果市民发现自己开始有情绪的问题出现 甚至不稳定 可能是受到长期的困扰 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也有一些放松方法可以去练习一下 例如一个头部放松法 由我们的坐姿开始 坐得比较舒服的位置 然后双手就可以按摩一下发线的位置 大约五至六次左右 然后在我们分界线的左右两边 按摩一下我们的头顶 都是大约五至六次 然后在我们后尾枕头后的位置 我们一样轻按摩五至六次 然后就是我们左右两边 按摩五至六次 觉得舒服的话可以恒常地做 也可以帮我们调节情绪 放松个人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面对很严重的情绪困扰 或者已经需要去到求助的时候 其实可以找回社会福利署的社工去作转介 包括我们18区都有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 还有感化及社会服务令办事处 市民也可以打社署的热线 又或者浏览社署网页进一步了解 其实在生活上 都难免遇到一些不寓意的情况 可以尝试以方教的放松法去调节情绪 如果情况持续没有改善的话 记住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去试试给其他人帮自己 其实找人帮忙 并不是什么丢架的事 记住记住 是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的 俗语也有说 妈妈不容易做 又要照顾家庭 打理家头细务 又要上班 所以做妈妈的 真的少一点精力都不行 Maggie 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要担起做妈妈这个角色呢? 我也很想快点做妈妈 不过还是要多多钱再算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小朋友 看着他们长大 真的很因为 很有满足感 我也很鼓励你快点结婚生儿子 其实去年施政报告推出 新生婴儿奖励金 一笔过可以拿到2万元来鼓励生育 这行措施成效好像挺好 根据政府数据 由去年10月截至上月17日为止 全港有接近2万6千宗出身登记 数目比前一年多了大约7.6% 当中大约有2万位初生婴儿 符合领取奖励金的资格 政府亦都已经发放近4亿奖励金 看来政策确实令市民多了有因去生小朋友 另外公立医院今年起 亦都陆续为续称试管婴儿 即是IVF的体外受精治疗增加支座额 今年起会由去年的1,100个名额提升至1,200个 未来五年还打算逐步增加至1,800个 希望可以帮助多些想成为父母的夫妇 是的 现在的情况是夫妇经转介至接受生育评估 平均要等6至10个月 治疗平均要等3个月 即是前后要整年时间 但是公立医院做IVF资助 只是限40岁以下的妇女才可以做 如果那位女士做转介的时候 已经是39岁 排得队来可能都已经超零 便上压缩了妇女仇人的机会 有苦产科学系临床教授都说 香港人普遍辞婚 希望可以将轮后时间减至半年内 以及建议放宽年龄限制 令到年过40的妇女 都有机会获得资助做IVF仇人 没错 小朋友是上天送的礼物 一个家多了小朋友 真的可以令到整个家庭充满生气 所以我都会认真考虑你刚刚的建议 早点结婚生子 今集的节目时间到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